2024年做什么生意好?哪个生肖在龙年事业运势好? 其实,2024年做什么生意好? 这是很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,在一些年份中各种商业机会层出不穷。 不过,根据生肖五行来看,相应的产业也在有的年份成功希望渺茫,没有多少机会供大家把握。 那么,接下来让我们来解析2024年可以做的生意,以及什么生肖,会在2024年事业有着良好的发展。 一、2024年做什么生意好? 2023年底是人工智能行业爆发的一年,进入2024年人工智能行业,会是最受欢迎的行业之一,比如Chatted,它涉及到机器学习、自然语言处理、计算机视觉等领域。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,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其应用于各个领域,例如智能家居、智能医疗、智能交通等。 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行业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,它包括了电子商务、社交网络、在线教育、在线娱乐等各种领域。 随着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,互联网行业也越来越受到关注。 新能源行业是只利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行业。 例如,太阳能、风能、水能等都属于新能源。 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,新能源行业也越来越受到关注。 二,哪个生肖龙年事业好? 一,蜀鸡人,到了龙年的时候,蜀鸡人的运势会发生重大变化,事业顺遂,裁员滚滚。 虽然蜀鸡人在过去的一年运势很不稳定,烦恼特别多。 但来到了龙年,蜀鸡人做任何事情都很顺,整个人精神状态都很好,不容易错过好机会。 由于生肖鸡与生肖龙是陆河关系,就算是处于逆境当中,蜀鸡人也能不断提升自己,成就更好的自己,来了个大翻身,让周围的人都很佩服。 蜀鸡人有能力将之前遇到的难题都解决好,赚钱越来越多,简直就是收获满满。 二,蜀鼠人,对于蜀鼠人而言,龙年是格外幸运的一年,事业有成,感情幸福。 生肖龙与生肖鼠是三合关系,在龙年运气不会差的。 在工作上并不会感觉到有压力,即使陷入困境中也能及时走出来,并不会让自己长期都因为工作的事情而感到烦恼。 不仅是蜀鼠人身边贵人多,也因为对自己有信心,努力克服各种困难,从而提升事业运。 如果是创业的鼠鼠人,在龙年能够找到很好的资源,投资方面获得众人支持,有着很好发展趋势。 不仅与同事相处好,与家人的相处也不会差,一家人很幸福的。 文章介绍了2024年可以做的生意,分别是人工智能行业、互联网行业、新能源行业。 此外,在龙年事业好的生肖有属鸡人和属属人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道是,天一偏爱好运者,佛门只度有缘人。 上天所偏爱的,其实都是好运到极致的人。 而佛法虽宽,如果你跟他没有缘分,那你就只能继续受苦受难了。 一切事都需要看天时地利人和。 之所以他能够有好运气,或许是因为他在苦难中坚持了下来,通过了人生的考验, 或许是因为他把握了机遇,亦非冲天,亦鸣惊人。 别认为人间只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,别认为苦难会一直降临到人的身上。 有太多的人,正是因为没有把握机遇,所以倒霉不堪。 很喜欢这么一句话,用心感悟生活。 人,如果没有感悟生活的心,那他又怎能抓住机遇呢? 人,如果没有一颗通透的心,那他又怎能逐渐发迹呢? 贵人来到你身边的时候,你忽视了,那你就只能一直受苦了。 贵人来到你身边的时候,你看到了,而且跟他搞好了关系,那你就起来了。 在人这一生当中,这几类人,命中注定跟你有缘分,是上天派来度你的。 与你不分伯仲的对手,是来度你的。 有道是强中自有强中手,为什么会有更强的人出现呢? 因为社会需要进步,人也需要进步,所以就会有无数的强者以及竞争者显现了出来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其实我们会在人生的旅途中,遇到一些跟我们差不多水平的对手,或许你在这方面剩我一筹,而我在这方面快你一步。 一遇到能力差别不大的对手,相信我们都会犯嘀咕,认为自己运气太差了,遇不到弱者,竟然遇到了难啃的骨头。 像这样的想法,其实还是至难了一点。 要知道,战胜弱者,我们的能力无法得到提升。 唯有跟不分伯仲的对手一起竞争,我们才能有更大的进步。 试想,你随随便便就能战胜身边的人,那你身边的人不就特别弱小了吗? 反正,你身边的人都是卧虎藏龙的强者,那你不就可以遇挫遇愤,不断变得强大吗? 好好珍惜那个与你不分伯仲的对手,那是上天派来度你的。 跟你说真话的人,是来度你的。 小时候,家中的老人总跟我们说,人呐,要想知道对方是不是好人,值不值得交往,那你只需要看他会不会跟你说真话就知道了。 是否会说真话,这是判定朋友和陌生人的一个标准。 朋友对你说真话,是因为他在乎你,重视你,珍惜于你的缘分。 可是,陌生人跟你说假话,是因为他没有把你当朋友。 或许,真话不好听,甚至有些刺耳,但他绝对是有益的。 或许,假话特别好听,甚至让人心动,可他终究是甜蜜的毒药。 有道是忠言逆耳利于行,良药苦口利于病。 历史上的忠臣良将,基本上都是直言劝谏的正直之人。 而那些小人兼人,基本上是巧舌如簧,首属两端的谄媚之人。 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没有看透,就容易错失机遇,与贵人擦肩而过。 曾经伤害过你的人,是来度你的。 回望我们的前半生,相信我们会发现,所遇到的小人是真的多,而所遇到的君子是真的少。 运气差一点的,基本都遇到小人。 对于小人,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。 有些小人让你学会到了某些事,甚至让你有所成就,那他就是反面的贵人。 如果他跟你没啥关系,那他就是你人生的过路人。 曾有这么一个案例,小王刚出来工作的时候,竟然受到了单位某些人的针对,甚至还被迫辞职了。 可是,就是这一次辞职让他走向了创业之路。 十年后的今天,小王成为了工作室的老板,而之前的企业早就倒闭了,令人唏嘘。 很多时候,我们暂时受到的苦,都是为了走向更好的往后余生。 别看小人算计了你,改变了你的人生诡计。 或许,那才是你走向巅峰的开始。 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没必要想太多顺其自然地做人,哪怕遇到小人,也坦然处之,那就足够了。 身处黑暗时,肯为你点亮明灯的人,值得相伴一辈子。 老张刚开始打拼的时候,由于人情言威,也没有什么本事。 所以一直被人瞧不起,甚至还一度被人戏谑,只能一辈子打光棍。 可是,在他苦不堪言的时候,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。 那时候的他,对他一见钟情,也就陪他吃苦,支持他奋斗下去。 就是因为有了妻子的支持,也有了温暖的相伴,所以他辗转地到了广州,开了自己的厂房,做起了小生意,如今混得风生水起。 每当谈到自己的妻子时,老张总是说,没有爱人,就没有如今的自己,他简直是上天赋予他的天使。 其实,这世间的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天使,也会遇到为我们点亮明灯的人。 他们,并不是不存在,而是被我们忽视罢了。 珍惜那个雪中送炭的有情人,他们才值得相伴一辈子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